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少女迴戰啦 那早上大家看到我們10點的影片 應該知道這邊喝了酒嘛 後來我去小睡了一下 現在目前來說算是... 比較平穩的狀態啦喔 有稍微比較好一咪咪咪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來錄影片啦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少女迴戰 上一次有跟大家講過的就是 除了我們五聖關羽這邊的其他幾隻角色喔 那今天應該會主要針對我們的夏侯頓做介紹 因為我覺得夏侯頓的UR加也是非常非常色色 希望在春節期間給大家更多的色色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晚上7點的時候 現在都在更新我們的少女戰爭啦 那款遊戲也是還蠻好玩的 而且是回合制戰鬥的 我覺得就是比少女迴戰還要再好玩 那咪咪咪咪 因為畢竟少女迴戰的話是排兵不勝 比較放置類型的 但是因為這兩款遊戲都是主打這個 比較...嗯 色色的圖圖 所以我覺得就是色色這種東西啦 就是不管遊戲出了多少款 我們應該都是蠻需要的 所以我不會說這兩款遊戲哪一款怎樣怎樣怎樣 我是覺得他們這個 利惠跟2DLive動圖真的都做得非常非常讚 所以哲平依舊還是會繼續給他玩下去的喔 而且其實兩款遊戲的話說真的 你只要慢慢玩啦 他都是類似我們這種抽碎片的方法 所以你要取得我們的武將的話不會太難喔 那你如果只是想要收集老婆阿 然後看一些武將的動作的話呢 那這兩款遊戲的話 絕對都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的喔 絕對推薦 而且都是非常香 像到一個爛掉的那種感覺 那只是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如果大家時間比較多的話呢 我是覺得可以去玩一下少女戰爭 因為少女戰爭的話 它是一個回合制的遊戲 是必須要用手動去思考的 那如果你這邊比較沒有時間的話 又想要看妹子這個美圖的話呢 那絕對是推薦我們這個 一定是推薦我們這個 少女回戰給大家的喔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我們這個夏侯敦啦 那夏侯敦的話 基本上我之前好像也沒有跟大家介紹過他的這個... 技能之類的 那他長的話 基本上這種風格的我比較就還好 但是他的UR加的部分的話 真的好像就還真的還蠻不錯的喔 所以就看大家喜不喜歡了 算是我們這個大姐姐崩范型的 先來一下我們基本款邂逅模式 先來看一下喔 他這邊的話 旁邊這個應該是蛇吧喔 還不錯喔 但是這種類型的妹子的話我比較還好喔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三連動作 這個的話應該是他的迷樣抖動 然後這個... 兇捕捉的 晃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點兇的話基本上好像也是一樣耶 但他因為是UR的這個角色 所以應該動態用的蠻多的 他是換腳耶 聽說這個動作好像對蠻多人的話 就是他的理解來說就是非常非常騷啦 而且他這個換的話是看不到酷酷的 這個是高端換腳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的話 如果你是腿控的話 這個動作應該會讓你... 嗯...不要不要的喔 然後點旁邊的這個蛇的話 也是一樣是迷樣抖動 點腳的話好像也是換腳耶 所以他出... 有有有 你點右邊這邊的話 基本上他會正一下 踢一下地板喔 所以這應該是他的第三個動作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迷樣抖動 然後加這個換腳 然後正一下這樣子 這邊 這邊 點他右邊這邊的外道 他會正一下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下侯蹲的這個技能環節 看一下厲不厲害 他說我們衛國的 然後是我們這個... 力量型的武將啊 就有較高的這個物理攻擊與防禦 然後是我們這個... 主要負責輸出的武將 然後跟我們這個負責承受傷害的這個武將喔 然後... 技能的話來看一下 突擊 普通攻擊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物理傷害 然後第二招是這個奮燃一擊 對...隨機清除自身一個不良的狀態 對隨機六名敵人造成這個900%的物理傷害 並吸收技能總傷害的50%形成護盾 持續兩回合 護盾吸收傷害無法觸發生命吸收和傷害反彈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 殊途同歸 隨機清除自身一個不良狀態 對隨機六名敵人造成19%的物理傷害 回復自身總傷害50%的生命值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目標的話 則攻擊力必定命中這樣子喔 然後... 面倫一開啟倉虎大 生命值上限加42%力量值加LVX280 然後面倫塞開啟絕翼 強化普通攻擊效果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200%的物理傷害 並附加100%力量值的真實傷害喔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會心一級 所有的傷害受到虎爆影響 什麼是虎爆 所有這個傷害受到虎爆影響 虎爆是什麼技能嗎 還是後面的東西 哇 這看不懂 糟糕 好 面倫五看一下 這邊是刺金打攻擊力加42% 會心抗性加LVX280 這樣子喔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陰式效果深淵 待會那個虎爆有可能會在我們後面做一個補充吧 應該喔 深淵的話 自身每次受到攻擊時 都有40%機率獲得一枚落陰 累計4枚落陰後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陰式狀態下 力量值提升20% 並且在遭到普攻攻擊或是主動技攻擊時 會發生一次的命中 必定命中反擊 反擊對攻擊造成200%物理傷害 並附加100%力量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有可能會心一級 所有傷害都會受到虎爆影響 且一次技能只能反擊一次 陰式狀態持續三回合 所以它是打一個反擊技能的 那虎爆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UR加的角色 搞不好會講虎爆的效果 應該是另外一個效果這種感覺 因為它這邊也沒有一個技能叫做虎爆的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重頭戲吧 UR加的這個夏侯蹲 如何讓哲平對於它的UR沒有甚麼興趣 但是UR加的話馬上傳來跟大家介紹 大家自己看一下喔 咬了個咻 超級無敵大 你是我的煙火 嚇火 OMG 我的天啊 這樣的話就很棒了好不好 這樣的話我蠻喜歡的 它把頭髮放下來了好不好 這個 兩個畫風完全差了很多啊 來看一下 邂逅環節 噢 咬咻 OMG 這個大媽類型啊 媽媽的那種類型我喜歡啊 那個香啊 它後面還有它的紋身欸 怎麼全部都煙火 我沒有要看煙火喔 哈哈哈哈 它這邊 嗚 你看它那個抖了一下 這個很漂亮欸 真的真的 OK 沒問題 太棒了 來摸一下頭 摸頭的話基本上好像就是迷樣抖動 對 然後 點胸的話這邊好像也是一樣的 然後點右胸的話這邊是會玩仙女棒這樣子 它寫字 它好像有寫了甚麼東西 I love you 嗎 看起來是寫了一個愛心或是寫了甚麼字 大家如果看得出來它寫甚麼的話可以跟著名講一下 這字的話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然後點屁股這邊的話也是好不好 就是它這個往這邊滑的 這樣子的話我蠻喜歡的 只是它的聲音的話呢就是 就也還行啦 我喜歡 好啦 這個我完全給過 這個是哲平的菜好不好 OK真的很棒欸 它那個煙火放完之後它震的那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圖鑑這邊的技能 哇這隻 有點猛欸 衛國的一樣是量型武將 主要負責輸出跟負責承受傷害的 技能一 突擊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物理傷害 然後第二招的話是這個 這字不會念欸 刹那燦爛嗎 隨機清除自身全部的不良狀態 對隨機6個敵人造成1000%到3000%的物理傷害 自身生命值百分比越高的話傷害越高 如果自身力量高於目標的話 則偷取一枚洛因 吸收技能總傷害的50%的吸塵護盾 持續三回合 如果未重傷任意目標的話 則會加發動一次刹那燦爛 最多追加一次 護盾的話是吸收傷害 無法觸發生命吸收和傷害反彈喔 然後這是什麼 什麼什麼子力啊 完了 一堆中文不會念 隨機清除自身全部不良狀態 對隨機6個敵人造成1000%到3000%的物理傷害 自身生命值高於這個 越高 傷害越高 如果自身力量高於目標的話 則必定命中 並附加1000%的力量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新一級 吸收50%的傷害回復自身的生命值 命輪1開啟這個倉虎極大 生命值上限加60%力量值加LV×400 命輪3開啟這個異能 強化普通攻擊效果 對隨機1名敵人造成400%的物理傷害 並附加400%力量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有可能會新一級 所有傷害受到虎豹的影響 我真的看不懂這個虎豹是什麼意思耶 他這邊好像也沒有血喔 大家如果知道虎豹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再來是他的命輪5 會開啟刺金極大 攻擊力加60% 會心抗性加LV×400 命輪9是柔情 登場時 己方全體獲得50%的 夏侯敦最大生命值的護盾狀態 持續3回合 所以他是能夠幫忙上護盾的 因為他有說他是主要負責輸出 也有負責承受傷害的角色 遊戲戰鬥中可以多次觸發 包括東山秘境 跟問庭中原等 夏侯敦的護盾狀態不可清除 複製偷取 如果自身的護盾被敵人打破的話 則有100%機率 死攻擊者進入暈眩狀態 持續1回合 哇塞 他幫全隊放護盾 放完護盾之後 如果對面打爆我們這個護盾 他會有100%機率進到暈眩狀態 這隻的話 這個命輪9有點猛 好不好 這個把全隊放護盾 然後打破護盾 對面會應該有一回合的時間是不能攻擊的 這隻好像蠻厲害的喔 好 陰屍效果 煙火季節 這個是自身每次受到一次的攻擊 並有50%機率獲得一枚落陰 累積四枚落陰後 立即進入陰屍狀態 陰屍狀態下 恢復自身生命值的30% 然後力量值提升20% 受到傷害減少30% 被動技能或者是普通攻擊 攻擊後會發動一次必定的命中反擊 反擊對攻擊造成400%的物理傷害 並附加400%的力量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會心一擊 所有傷害都會受到虎炮的影響 且一個技能只能反擊一次喔 這樣子 因此狀態持續三回合 不可疊加亦不可清除 他這反擊一次技能 應該是有一些技能他會額外觸發吧 所以就只能反擊一次 所以這隻我覺得他的命輪9還是他的關鍵耶 因為他會幫全隊上護盾 然後全隊有護盾被打爆的時候 對面還會暈眩這樣子喔 那這隻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過他這個虎炮的意思的話 我就真的是看不太懂了 然後他這個圖是真的很棒啦 聲音也還行 我覺得光這個圖 我就給過了 然後聲音的話我就還行 我忍耐好不好 因為他真的 好大喔 我的天 這個跟這個耶 這個UR真的是差太多了啦 這個UR加真的是香到一個不行 好不好 完完全全是哲平可以接受範圍 而且好大喔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真的是太香啦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這個UR加的下護盾 大家會推薦抽他嗎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喔 如果是UR加的部分的話 我真的會 如果我這個是 有課金或幹嘛的話 我一定是把他抽出來 因為他的圖真的是太香了 好不好 真的很棒 好不好 那個 那個大大大大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拜拜 好不好 在旁邊 有明天 我們贏